来 帮 欢迎收看大山粉丝帮第121期视频 最近有很多玩家说 游戏中的第5人称是否存在 当时的我非常好奇 不是游戏中只有第5人称和第3人称吗 经过仔细观察才知道 原来玩家所谓的第5人称 就是第3人称的升级版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种操作 首先我们来到训练营 找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摩托 然后压住小摩托的前半身 这个时候的细节要注意了 一定要后退几步 尽量不要乘坐面包车 保持好距离的同时 不断点击左右探头和驾驶 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 可以看到视角拉伸了许多 在这个视角里人物小了许多 但也间接证明 视野的确变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仅可以正常玩游戏 也可以恢复原来的视角 我们随便找一辆载具 点击驾驶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拉伤后的视角和正常的视角 可以看到同为第三视角的情况下 一个只露出了腰部 一个只露出了全身 这虽然是第三视角的延长版 毕竟第三视角已经存在了 我们就称这个技巧叫 第五人称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借助这个视频 我先给大家请一个假 这几天有点个人的事情要处理 可能会断更丝到六天 不过我会尽快回来的 还希望大家 准备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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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